本赛季尼克斯战继维时胜刺失类伏,情况看着再差也不过如此了,希望他们在今年夏天的选秀大会上有好运气。 不过前提是,尼克斯的球套得识货,当自己跟杨明斯,阿德通坤勃十几岁的时候,他开始在希腊斩掠头甲,展现出了NBA新秀的权制。 同时他也受到了美国这边的攻击,几乎引起了NBA所有球队的关注,但是却有一支球队,对自母哥的天赐无动于中。 除了尼克斯,套姆自母哥的经纪人,在集中上温的纪录片,发现自母哥中谈到了这点。 高片将于当地时间周到6点半,在TNT电视台播出,自母哥一开始,其实也并没有得到太多美国这边的关注。 直到其军纪人叛逆,连续了乔曼先生及任务,秦永宜当时在NBA DraftExpress工作,现在他在ESPN工作。 秦永宜去希腊观看了阿德通坤勃的比赛,在对他的权利所打动后,他在DraftExpress上发布了周日升高6英尺11英尺的年轻人比赛的精彩片段。 球派们开始纷纷纷往西浪派面说道,每天在训练中,在比赛中,经理们,总经理们,助理教育们,每支球队都派了团队来。 29支球队,除了尼克斯,缅约尼克斯,发现自母哥记录片中的一个精彩片段,将于美国公布时间,周日晚上6点30分,在TNT电视台播出,尼克斯的全民还是别看得好。 选路队最终喜提阿德通坤勃,在2013年的选秀周院第15顺位的选择了周院希腊购物,当时由格林。 格林尼老德担任总经理的尼克斯队,直到24号才挑选了小帝母,哈达雷。 数十后那年,他们在选秀办会上,也并没有太后全的顺位,但他们用有亚跟帝母哥能有多少拿解。 不过有意思的是,尼克斯就在随后一年的选秀办会上,摘下了自母哥的弟弟,总比了十一顺位萨纳西斯,阿德通坤勃,考虑到自家孩子,也算曾经是尼克斯的球员。 自母哥和他的经纪人,可能也就不对尼克斯高层,忽视他这件事那么耿耿于回了。 不过萨纳西斯并没有自母哥的天赋。 直到恩帝恩向征信出场,几次就毁败了西纳连赛。 阿德通坤勃,将在本周日美国时间进行他的第三场全民新赛。 与此同时,尼克斯队将继续努力,摆浪,尽可能争取拿大壮元秀。 此前有消息称,尼克斯有望在选秀顺位, 继定后,继续追逐能为哥安东尼,大德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